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股市罗宾汉 我是你的节目主 陈飞平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法案出身 这呢掌握市场法案冲动向的罗宾汉老师 来到我们现场 老师好 然后飞平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来我们看见台北股市表现如何 这样我只说呢 今天最高呢 在15944点 最低在15867点 收盘的时候呢 涨了19点 来到15932点 才要总值是2289亿元 还记不记得昨天老师呢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最新的AI人工智慧的 这档好股票 今天攻上涨停板 恭喜我们的会员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除此之外 老师在过节 就是我们廉价前呢 有跟大家说 这个放假之后呢 会涨的股票 我们在放假前 就要跟大家来进场布局 对不对 请了两位美女 就是我们的大乔跟小乔 哦 今天有的大乔 又攻上涨停板了 恭喜我们的会员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啦 所以同学们 目前这样的盘势 到底接下来该怎么样 跟着老师 还有我们的会员进场来布局呢 赶快请讲我们的专家 罗老师 昨天的一个美股市 小幅的一个涨跌 对 那联动今天整个台北股市 也因为整个台积电 持续偏弱的一个表现 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我们看到压抑整个大盘呢 就在平盘上下 这样的一个小幅的一个整理 对 那因为量呢 没有办法能够有效的一个放大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 去整个加群指数 它就是维持在万六大关的 这样的一个关前呢 呈现一个震荡 是 不过我们也看到了 以今天呢 你说指数虽然没有大涨啦 只有涨了19点 不过如果说以今天 15932 这样的一个收盘位置来看的话 它已经又创下了 从低档1262 这个12629以来的 一个收盘的一个新高位了 那既然收盘的位置 创了新高 当然就代表 它还是对多方有利的一个架构 那我说过了 我个人 我最喜欢这种盘了 除了说对多方有利的一个架构格局 不便以外 最重要的 你指数不要涨太快 涨太快一点都不好玩 你每天都涨个200点300点 一波2000点的行情 你不到两个礼拜给我涨 我那我还玩什么呢 对不对 你1000点2000点的行情 你来回这样震荡 来回的这样那个磨蹭 最好能够涨个两个月 三个月最好涨个两季 那是最好了 对不对 我们能够赚得更多嘛 对 所以我们看到 你说今天指数有没有大涨 没有 对 可是我们看到今天盘面上上市贵涨停的加数 加起来怎么样 有将近30档之多 28档 对 那其中刚刚费品也讲了 其中还包含 大家很熟悉的我们的漂亮的大姐姐 叫做大桥 今天你看在上个礼拜放完架回来之后 连续两天一根涨停加上一个9%多的 两天涨了19.9%之后 今天经过两天的休息之后 今天又再来一根几乎要拉出第三根的一个涨停板了 那另外记不记得我昨天在节目里面 我怎么叮叮各位 我说到昨天为止 没有人在讲生计了 为什么 宝瑞在休息 所以缺乏领头羊的一个带领 所以整个生计股在昨天为止 到昨天为止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个表现 那我说过就当大家都不再讲生计的时候 我反而我的兴趣又来了 因为我一直告诉各位 生计股对于台股来讲 它的重要性是与日俱争 它不再是过去的什么避险的概念 过去的什么投机的代表 这都不是 未来它会是台股盘面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所谓的主流族群 所以当大家都不讲了 尤其整理到一个段落之后 我反而要趁着新一波的涨势发动之前 我们要再一次怎么样 走在故事的前面 来做一个低阶 除此之外 AI也是一样 对不对 我们在把先前大赚倍数的包含像林群 贝利获利出清之后 我说这段时间因为这些领头的股票 好在加上前一段时间 意大利又禁止AI的一个发展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AI好像又被大家给遗忘了 可是我说过这个趋势一旦确立 未来 它的一个空间 是你不要去预设立场 所以短线没有人讲 甚至于股价出现拉回 那反而怎么样 那反而又是一个机会 所以趁着拉回 趁着低阶 我们要怎么样 再来把握新的一个AI的一个 新一次的一个切入点 那我想 会员都知道 我们最新切入的这一档AI 有没有 今天也立马攻上了一个掌停板 那生计更不用讲了 生计今天掌停板的更多 我们现在一档一档来看 那回过头 我们还是还来看大乔 刚刚我们也讲了 大乔今天几乎要拉出 第三根的一个掌停板 那我这样说好了 这档股票是我们在放 清免廉价之前 跟大家一起分享 刚刚说 拿了大乔跟小乔两档 让各位怎么样 二选一 对不对 好那放完假回来 我们刚刚说了 姐姐等下先表态 对不对 所以大乔先发动 再回来的礼拜四礼拜五 礼拜四攻上掌停板 礼拜五涨了9.9% 那前面礼拜一礼拜二 因为连续两根稍微整理一下 今天马上立马又拉出 将近第三根的一个掌停板 最重要的 这是在放假之前 我们带着各位逢低不举的股票 有没有 当时我告诉你 大乔在一百块以上 小乔在一百块以下 有没有 那你说大乔是一百块以上 我这样说好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 你有拿到人都知道 虽说是一百块以上 不过严格讲起来怎么样 它就是一百出头 对不对 那你看今天涨停板 大乔已经来到哪里 已经来到了一百三十六块 即将怎么样 即将往一百四 去做一个挑战 对 那从一百出头涨到今天一百四 一百三十六了 将近一百四 你看有没有 已经大涨将近有三 我说将近三根停板 对不对 就将近三十% 你说哪一个没有大赚的 对不对 好像那一样 这档股票既然已经远离 我们的一个成本了 所以按照惯例 我们今天会在节目里面 把它做一个公开 在我公开之前 我也告诉各位 这档股票现在 尤其是今天 盘面上几乎大家都在讲 为什么 涨停板 为什么 创新高 大家都在讲 这未来的爆发力 有多强 有多强 当然当我告诉你 这档股票今天收盘 一百三十六块的时候 可能投资朋友 你也知道是哪一档股票了 再加上我说过 今天大家都在讲 这一档就是军功概念的谁 六七五三的 龙德造船 你自己告诉我 这两天 有没有一堆人 都在告诉你龙德造船 尤其是今天掌停板 有没有讲的人更多 超红的 对不对 问题是 在今天掌停之前 我说过我们布局在什么时候 我们布局在一百出头 对 对不对 我们布局在一百出头 是 那你后面 后来连拉两根掌停板 在放假回来之后 连拉两根将近掌停板的时候 一堆人来追 我只问你 当时如果说你的老师看到龙德造船涨上来了 带你去追的 对 我就请问各位 你有没有被套 你说今天掌停板的哪有被套 我告诉你 今天掌停板的刚解套 对不对 你前面两天拉回 你如果说上个礼拜 你是买在高点的 你是不是前面两天拉回 你一颗心还七上八下的 不容易今天一根掌停 才让你刚刚解套而已 可是如果你跟我买在放假前 你到今天 有没有大获全胜 所以我说过 我一直告诉各位 一个好的买点 会决定你操作的输赢 你看是又再一次的一个印证 没错 那重点是 当小桥 这个大桥 已经表态已经 我今天也公开给大家的 就是 6753的龙德造船之后 那我告诉各位 大桥既然已经喷出去了 那么接下来怎么样 小桥 就是小桥了 也即将要发动 因为我说这两档股票怎么样 他们的共通性跟同质性 是非常的高 毕竟是姐妹 对不对 姐姐都出去了 妹妹当然也要跟着 马上要跟进 发动一下 所以小桥 如果说你大桥来不及的 我认为小桥 这倒也是一个 接下来你可以把握的一个机会 除水之外 回过头再看看AI 好 我昨天也刚刚告诉各位了 AI这个趋势 不会因为现在 可能政策上面 短线的一些所谓的压抑 或者打压 就会改变人类对AI的一个发展 一个态度 我说过 我们也举了 比特币 对不对 虚拟货币 当时大家 到现在各国政府都还在打 你看 比特币有没有消失 没有 比特币有没有涨 最近不是又涨上来 又超过3万美元以上 对不对 所以趋势是确立的东西 你政策 或许你能够短线上面压抑 它短线行径的一个速度 可是你并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方向 让它走回头路 对 没可能的 所以一样 AI 短线上面有这些利空 有这些所谓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打压 短线股价出现波动 这很正常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告诉各位 要分段操作 分段操作 我这样说好了 当时我们的灵群 我们的贝力 甚至我们的智联服务 灵群跟贝力 都是大涨超过倍数的 没错 灵群也涨了超过六成 接近七成 这个智联服了 也涨了六成超过七成 好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在高档 你看我当高时 当时我高档卖掉 我第一时间在告诉你 我卖了 是 对不对 那我请问各位 当时那么多人在讲AI 尤其是一大堆人 跟着我们后面来讲AI 带你去买在高点的 我请问各位 那些人有哪一个告诉你说 他在高档有卖股票的 没有 那如果他在高档 没告诉你卖股票的话 那代表什么 他最大高档的股票 全部都套牢了 我当然不敢讲 对不对 可是你看 有哪一个像我们一样 我卖掉我就再告诉你 我们大赚 倍数 全数获利出气 我甚至可以再告诉你 这些股票 包含贝力 包含这个灵群 我都还没有买回来 还没有买哦 我是买最新的 我说过这一档低价的 一个标的 AI的 对不对 我告诉你 它是100块以下 而且是非常的一个低价 可是你不要以为 非常的低价 空间不大 当时想不想 倍率是什么涨的 当时我六字头 带你切入的时候 后来我卖掉的时候 记不记得 后来涨到哪里 涨到前面加一个1 多一个1 超过倍数 对不对 同样的 现在我们所锁定的 这一档最新的 这一档AI 现在才刚刚 拉出第一根的掌停板 当然一样 这样还会 拉出第一根掌停板了 已经开始动了 我现在再去追 这不是叫追高吗 如果你认为 涨了一根掌停板 你就认为是追高的话 那我回去 我请你回去看看 倍率当时怎么涨的 好 林群当时怎么涨的 一档要涨倍数的股票 难道他不用经过 10% 20% 30% 还是一天他就涨一倍 对不对 所以第一根掌停板拉出 我说过他的意义是什么 告诉你 我们看的方向是对的 是的 另外他另外还告诉你 我准备要动了 我准备要喷了 你还没有上车 你买的不够的 你赶快把握机会 把它买足了 这个就是拉出 第一根掌停板 怎么样 它所隐含的一个意义 好 那至于这一根 掌停板之后 到底接下来 要怎么样能够跟上 稍后回来 我们还会继续 跟各位来做一个说明 除此之外 升级股到底今天 全面喷出 我们手中到底有 哪些股票 今天拉出了掌停板 好 稍后回来 我们再来聊 好 来听伙伴们 希望我们恭喜 我们的会儿伴们 今天我们的大乔 攻上掌停板 已经是第三根了 还有昨天介绍的AI 今天也攻上掌停了 到底接下来 要怎么样跟着老师 进场来布局呢 好多股票 要怎么样跟着老师 再有好的买点 跟着老师进场呢 希望不要走开 马上继续回到 我们的节目当中 告诉您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 恭喜我的会儿伴们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跟请我们的专家 龙斌老师 进场来布局了 好伴们 今天真的是 非常的开心 对不对 我们今天的大乔 攻上掌停板 已经是第三根掌停板了 掌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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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 昨天才跟大家 来分享到的 我们的AI智慧 相关的这个好股票 今天也攻上掌停妹 再次恭喜大家 而今天呢 老师也在节目当中 公开我们的大乔 就是呢 老师说 在我们的廉价节之后 会大涨的股票 我们廉价前 就要进场来布局的大乔 这档股票就是 6753的龙德掌停板 恭喜我的会儿伴们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已经第三根掌停板了 所以我听我们 到底接下来 该怎么样 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继续跟着老师 和我们进场来转 波段好行情呢 今天节目最后的广告 很重要哦 记得一定要打电话进来抢哦 欢迎听伙伴们 先告诉大家电话号码 待会在节目最后的广告 记得要播通我们的专线 023659333 023659333 这是大力图乎电话号码 不要忘记咯 节目最后的广告 一定要播通我们的专线 023659333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听伴们 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废评 文明要请到是我们的专家 小事罗宾老师 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 恭喜我们的会儿伴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昨天跟大家分享的 AI的这档好股票 低价类型 100块以下的 今天供上掌停板 恭喜大家 除此之外 我们的大桥小桥 我们的大桥 今天也供上掌停板 第三根掌停咯 就听我们到底 接下来该怎么样 来布局好的股票 跟着老师 我们继续来赚 波段好行情 我讲很多人都觉得 现在这个盘 要涨不涨 要点就点烦死咯 但是我说过了 其实这才是 对我们最有利的一个格局 除了说对多方架构 不变的一个前提之下 指数慢慢的涨 甚至于是来回的一个涨 这样子即使 可以让更多的股票 他有更多的时间 去做一个发酵 就好比我们刚刚也说了 你说今天指数就有涨19点 可是上市贵加起来 掌停板29加 这里还包含我们的大桥 还包含我们最新锁定的 一个低价的一个生计 这个AI的股票 那另外 我说那生计股 也是昨天我们 在这个节目里面 事前先跟叮铃的 不是今天掌上 我在跟你讲生计股 我回过头 你去想想看 我昨天讲了什么 我是不是告诉你 AI生计 昨天就没人讲 所以拉回来 它反而是一个机会 有没有 那你看AI今天 我们的低价的AI 今天已经发动了 有没有 那生计股 我说过 那掌停板 更不计其数 包含什么 包含4147的中域 有没有掌停 有 另外 4747的强盛 今天也掌停 也掌停 你说4129的联合 也掌停 我想今天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甚至于 这个达尔夫 Dr. Wu 公司就在我们楼下 也涨停 也涨停 那这么多的生计涨停股 到底我们的手中的股票 生计涨停了有几档 我可以告诉你 一档都没有 一档都没有 今天刚刚我念的那些 我手中都没有 都不是我们的 其实我一直告诉各位 我罗文斌的一个操作 我向来不标榜我的股票 天天都会有掌停板 对不对 我强调的 我要的是 他未来 在一定时间之内 他能够涨不停 涨不停 这才重要 他的空间要最大 对 你说林曲那还没天天涨停板 没有啊 可是他涨一倍多 是啊 那我请问各位 你是要今天涨停 那明天就不动了 我不要 那今天好表演嘛 哇 我每天都有涨停板 我好像很威 有没有 结果每天都在换不同的股票 结果你算一算 就算你的股票 天天都有涨停板 结果呢 一段时间下来 你赚多少 你自己最清楚的 还是说一档股票 我们趁他还没有发动的 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怎么样 逢低先买进 有没有 趁他喷出钱先卡位 然后一个时间下来 纵使没有天天涨停板 可是一涨能够涨五成一倍 甚至好几倍 这个才棒 那你要哪一种 这种 对不对 我一直告诉各位 我说很多投资朋友 很用功 我都知道 对 你们每天都在 很认真的研究股票 哇 这边听什么节目 那边听什么名嘴 有没有 哇 研究的非常多 可是你会发现 那到头来好像 都没有真正的赚到钱 或者说我严格来讲 不是说没赚到钱 是 即便是在一个 多头的行情之下 你也都是怎么样 你也都没有赚到大钱 只是赚到小钱而已 那你有没有想过 这是为什么 其实我说过 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你的切入点不够好 因为你的切入点 我就强调好的买点 会决定操作的输赢 你的切入点不够好 就会让你怎么样 你的操作会陷入到一个被动 对 这就变成说 你赚的会比别人少 风险怎么样 就比别人高 我刚举了那么过的一个例子 对不对 你看大乔 我已经公布给大家的 龙德兆船 今天大家都在讲 你今天来追 我不是说它不会再涨 你成本离我多少了 差很远 你追在上个礼拜的 你还短线被套了一下 到今天为什么 我们龙德大赚是大涨 大赚 大赚 有没有 所以我说过了 一个买进的一个位置 是很重要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升级股 我们现在全新锁定的一档 全新的股票 我可以告诉各位 今天它没有涨停 可是我要的不是 它今天涨不涨停 我要的是 未来它能够大涨超过 一倍 五成一倍 这才是我要的 所以如果说你要的 跟你的操作理念 跟我是契合的话 那么注意听了 好来 我们今天帮各位规划一个 百万体验的一个计划 百万体验三选一 你准备一百万 然后跟着我来买一档股票 看你要哪一个 刚刚我们说了 大桥发动之后 接下来小桥一触即发 小桥还没有跟上的 现在是一个机会 另外我们最新锁定的 这档AI的低价股 今天已经拉出第一根 我说这只是一个开始 你喜欢做AI的 这档是你最好的选择 另外生计股 我想我不用 我连续讲了好几天了 全新的也是一档 低价的一个股票 你只要想想 过去我带你买的生计股 不管是药花药 不管是宝瑞 你想想他们的一个 喷发的一个爆发力 你又知道了 那到底你一百万 要买哪一档股票 你自己决定 但你不要告诉我 你三档都要 一百万我们就锁定 一档股票 三选一 好来听伯伯们 不要忘记了 我们今天有 百万体验计划 三选一 第一档是我们的小乔 第二档是我们最新的 AI人工智慧的好股票 第三档就是我们 低价的生计类型的好股票 听伯伯们 心动不如麻烦行动 只要你有一百万 百万体验计划 三选一 赶快打电话进来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恭喜我们的会员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跟进我们的专家 龙斌老师进场 来布局的好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 我们今天的大桥 就是我们六七五三的 龙德造船 第三根掌停板了 恭喜大家 除此之外 还有昨天跟大家分享到的 最新的 AI人工智慧的好股票 今天也攻上掌停板 再次恭喜大家了 为了庆祝这样的一个 怎么样开心的感觉 今天老师推出一个 特别的计划 百万体验计划 只要你有一百万 百万体验计划 三选一 第一个就是 还没有公开的小桥 老师说了 大桥已经怎么样发动了 小桥准备要发动了 第二个就是 我们最新的AI人工智慧 今天虽然掌停 老师说 刚刚开始而已 第三个就是 我们的低价类型的 生计类型的好股票 即将要发动了 不要忘了 我们今天是 百万体验计划 三选一 你想要小桥 还是你想要最新 AI人工智慧 还是你想要低价的生计股呢 不要忘记了 赶快打电话进来 百万体验 细化三选一 你只要一百万 三档股票 让你选一档 跟着老师进场来操作 023659333 023659333 这是大海图库电话号码 赶快拨通我们的专线 拿起电话 谢谢就拨 023659333 所以我念最后一次 念慢一点 0223659333 打电话进来 就是现在 大来国际投顾108 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于节目中 所推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